几件婚礼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就减少 家庭负担吧 双方之间可能压力也会小一点 讲话就可以省略了 因为下面的人确实大部分也是来吃习的人 他们也会翻的 有的人可能属于哀人嘛 比较不喜欢社交 所以他们更喜欢这样的方式去完成这个仪式 3月28日 北京婚庆婚俗文化协会秘书长 在接受中心社采访时介绍 近年来婚庆市场的餐食宴请桌数 有逐渐减少的趋势 一些传统的游戏环节 也不再被新人纳入婚礼日程 极简婚礼正在被更多人接受 以前的婚礼基本上20到30桌的是最主流的 但是现在来讲 基本上就是10到15桌 这种规模的婚礼现在是最常见的 一方面大家更加务实 第二可能更加希望能够把这个婚礼 作为家庭亲密关系的活动 而不是说像以前把它作为一个饭舍这样的活动 80后往后就是对独生子女居多 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传统惯性 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更加注重个人的体验 传统婚道过程当中实际上来讲 像新娘新郎实际上是被整骨的对象 这种很过分的游戏 其实大家都自觉的有一个抵制 也是对新人更加尊重的体现 我可能会比较倾向像目的地婚礼这样的形式 因为可以借这个机会带父母去外地玩一下 可以促进双方家庭的了解 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能选择是如果有很多伴娘伴郎 让他们做游戏 我自己站在上面我也会刚刚想简约一点 然后就是跟我熟的人参加我的婚礼 我觉得不熟的人太尴尬了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去处理星期间的关系 感觉有点麻烦 那还是收红包吧 实在点 吃喜 吃喜的话我觉得非常重要 宣誓还有交换戒指 我们那边会有寄贴仪式 晚上会拜天地 我觉得这种比较有意识感 与北京一位从业进15年的婚礼策划师介绍 当今新人举办婚礼 更多注重性价比 在花费层面有着小儿精的特点 我是从09年的9月份 开始从事这个行业 现在大部分的客人基本上不用婚车了 基本上就是变成了 新郎和新娘全部住在酒店里面 然后在酒店里面进行闯门和接亲环节 好一点的婚车 不用的话至少大概在1万多 在婚礼的费用上面来说 大家会更加谨慎的去消费 对于婚礼的品质来说 其实大家是一点都没有降低的 只不过说它可能由大到了追求精致 经过这几十年的高速发展 实际上大家对于消费的理解 然后对于情感的理解 对于一些形式上的选择 都有一个质的提升 这个可能也是消费观逐渐成熟 逐渐完善的一个趋势 年轻人现在的个性化的需求 这也是显示了他们自己的一些判断 他的生活圈子会越来越精简 核心社交圈比较窄 这要满足家庭的情感需求 这个是他们现在最核心最看重的 接近《恰恰!》 就是这些课题